大家好 我是小 金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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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试驾之前许你还是看一下这台车的外观 非常的漂亮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点 就是它用了一个非常偏性能的轮胎 规格就是245 45的扁平率 用的是20寸的大轮圈 我一路跨一这么性能的轮圈 这台车开起来会不会非常的癫 但确实我体验一天下来 这台车真的开起来舒服 至少在珠海这些平整的路面上面非常的舒服 烂路我不太清楚 非常的舒服的一个底盘的表现 在动力上面这台是用的是1.5T的发动机 它跟2.0T的四驱版本不一样 这台车用的是一个前驱的一个动力布局 发动电机在前面 然后0到100的加速是8点多秒 非常的厉害了 在EV模式上面这台电机它的最大的功率是160千瓦 推动这台2.3T的SUV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样普通的电动车 哇 该有的推背感还是有的 然后我一路把它调成一个HEV的模式 尝试用发动机介入 看一下发动机介入的时候 它的动静会非常的大 但又给我一个惊喜 它发动机介入那种震动那种声响 非常非常响 一度我怀疑的发动机根本就没有工作的 可想而言它的这个动力的输出非常的平顺 大家想想18到22万SUV的这个区间里面 能做到有这么好的一个底盘表现 还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动力的输出 合资品牌SUV里面 不一定有哪台车能比得上这台车的一个底盘跟动力表现 好 通过一天的体验上来 其实唐DMI给我最大的印象呢 不是刚才我提到的 一个全电模式 它可以开空调 又有七个座位 又有反向曲电 就是户外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它反而令我最大的印象 其实是大家都看不到的 就是它的行驶的品质 它真的像一台全电车 它的发动机的声音介入非常少 而且非常的平顺 特别适合在跑长途这种户外的体验 所以呢 我们有时候呢 不要太有异色的眼光去看国产品 如果你对这台车也感兴趣的话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去这边去试一下一下 我觉得你会对国产车会大有改观 明天都看了 明天都看了 要飞看 曝mern